你绝对没见过这样上课的 他们的老师也不是一般人 而是来自外星的超级生物 就是他 一个有着20马赫移动速度的出手怪 扬扬除非有人能在一年内杀死他 否则他就会毁灭地球 可学生们打光所有子弹 也没能碰到他一根汗毛 就在这时一个美女踢开了教室的大门 只见他手持双枪就是一对猛射 子弹打空了用力马切换手枪 甚至把大号加特林都扒了出来 同学们都看懵了 但他不仅没碰到触手怪 还被扒掉衣服扔出了教室 成为了班里的英语老师 从这之后 同学们知道了老师的厉害 开始苦练暗杀技巧 并偷偷把老师的弱点 全都记录了下来 这天张同学趁着教作业的机会 靠近了老师 他一下把老师抱住 老师还以为他怎么了 没想到下一秒 同学就引爆了熊前的手雷 随着一声巨响 老师也消失不见 同学们还以为计划成功了 可等延误消散 地上只有一张退去的皮 而老师则出现在房梁上 原来出手怪每个月 都会退皮一次 退掉的皮能抵挡所有伤害 突然出手怪的大圆脸变红 他很讨厌这种自杀式的袭击手段 于是警告所有同学 虽然他说过不会伤害他们 但却可以让他们的亲人 朋友从地球上消失 说着就取来了所有同学家的门牌号 这天同学巧强又说 他想到了杀掉老师的办法 之间他握着手枪站在悬崖边 然后踪身一跳 想趁老师救他的时候 再开枪射死老师 但谁曾想 老师直接用20马赫的速度 在半坑中凝结出一个蜘蛛网 将小强牢牢粘在了网上 暗杀计划再次失败 很快两个月过去了 暗杀行动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于是国防部便派来了一个新的暗杀者 智能暗杀机 暗杀机编出四顶机关枪两门火炮 对嘴老师疯狂开火 可结果还是失败了 难道就没有人能杀死他吗 直到这天一个沙马特少年从天而降 说他能轻松杀掉老师 于是一场大战开始了 这是一场赌命的师生对抗赛 只见白毛的头顶伸出几只触角 眼睛冒起蓝光 然后身体一闪而过 当场就切断了老师的一只触角 成为了第一个能伤到老师的人 老师也不甘示弱 黄斗脸迅速变红赢了上去 白毛用触手不停发起攻击 却全被老师一一化解 不过他也不好受 被白毛打断了三根触手 而每段一根触手 老师的行动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白毛想乘胜追击 可突然他发现 自己的触角都被融化了 原来老师刚才夺走了小明手里的刀 这种材质的刀 对于白毛的触手同样有效 失去触手的白毛能力全无 被老师用网裹住 狠狠扔出了教室 很快清门考试要来了 为了提高他们的成绩 老师使出无数分身 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遇到英文不好的 就直接飞到英国 让他们亲身感受地道的伦敦墙 什么五大洲四大洋 只要带学生们绕地球转上几圈 学札也秒变学霸 可此时 国防部接阿莎任务一直没有进展 又派来一名教官 当他们的体育老师 刚开始教官对同学们很和蔼 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他爸爸 可没过几天 一个女同学在跑步时停了下来 教官便一巴掌打了过去 幸好乌鸦老师及时出面才制止了他 乌鸦老师不同意他这样教学 可教官却说 除非有同学能用刀子碰到他 否则就得这样练 这时小明想试一下 教官威胁他 要把他打成两半 小明听后把刀放下 露出了一脸微笑 教官被他的表情所迷惑 放下了所有防备 结果就被小明把刀夹到了脖子上 教官无奈只好离开 不久后班上的一位女同学 又找到了新的暗杀方式 这位女同学递给老师一瓶毒药 老师不但没有拒绝 还很开心地喝了下去 眼界没能成功 女生有些灰心 可老师答应 会教他制作更强的毒药 但万万没想到 老师喝下女生制作的毒药变得更强了 同学们向他发起进攻 连影子都看不到 这天的物理课 老师又把他们带到室外 然后原地起飞 直接带回来一艘太空飞船 来给同学们上课 他告诉学生 如果他们再拿不出对付自己有效手段 他就会从这里离开 直接毁灭地球 如今同学们只剩下一个机会 因为老师曾答应 单向学科获得年纪榜首的人 只有权利破坏他的一只触手 而老师一旦失去触手 动作就会变慢 变成一个儿童生物 也就是说 只要成绩考得越好 他们的机会就越大 为了完成暗杀任务 同学们都发汗学习 考试结束后 三年一班的学渣们 在六个科目上都拿下了年纪第一 老师也按照约定 断掉了六只触手 失去触手的老师 被学生们绑在了飞船上 同学们合力 将老师的其余触手打掉 然后再用高压水枪喷射 突然一声爆炸传来 同学们都被真倒在地 而老师也不见了 难道是死了吗 可很快他们又发现 一处水坑里不停忙泡 而老师就在里面 只不过变成了防御状态 防御状态要24小时才能解除 在这期间就连核弹都伤不到他 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 就在这时 突然有大批学生运倒 原来是教官重返学校 在学生的饮料里放入了新型病毒 他让学生们教出老师来交换解药 小明不想把老师交给教官 带着他一路逃跑 爬上了一座高塔 但白毛很快也追了过来 就在白毛要动手的时候 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 白毛遇到雨水一下就软了 小明跑回了教室 教官就挟持学生逼他教出老师 就当教官接过袋子 发现里面装的精神个篮球 这时众多的学生们也走了出来 原来制度女同学已经研制出了解药 随后同学们合力把教官 埋进了水泥堆里 就在这时 国防部又传来消息 已经研究出了消灭老师的技术 他们把老师装进密封舱里 准备把老师用弹药买葬 眼界暗杀任务就要成功 但同学们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弹药渐渐淹没了防御球 随后一针爆炸 老师也彻底消灭 国防部欢天喜地 但同学们却纷纷流下了眼泪 在与老师相处这段时间里 他们已经对老师有了深厚的感情 小明也哭得气不成声 突然后面递上来一张手帕 小明回头一看 而那个人正是老师 女人捡到一块翡翠 切开后发现 里面居然有一只鲨鱼 鲨鱼的尾巴还长了八条腿 这把安娜蒙翻了 三个月后 鲨鱼在安娜的悉心喂养下 长到了一吨多重 鲨鱼不但性格乖萌 智商还高得吓人 这天海洋馆来了一对情侣 强烈要求看一眼八条腿的鲨鱼 多给了120块的小费 老板为了赚钱 把顾客带到了鲨鱼这里 女人莫名其妙地脱下了鞋子 想要享受鲨鱼 鲨鱼受不了女人的脚臭 冒出了一条触角 在她脸上浮摸 女人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眼瞅着就要出事 老板急忙往里倒山泉水 可还是晚了一步 女人的脸蛋被划伤 这件事情很快上了热搜 博士看到后对编译鲨鱼十分感兴趣 就在几天前 博士刚刚研究出了一个怪物 苏鱼和翼龙的杂交品种 战斗力非常强 可是一个程序员为了霸占研究成果 偷偷地篡改了程序 控制翼龙袭击的实验室 保安人员只能携带武器 坐着直升机去抓捕翼龙 他们拿着A4不停地吐吐 却还是难以打到灵活的翼龙 翼龙挑衅地停留在几人面前 那Q弹的皮肤 子大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还被翼龙反过来攻击 一口吃掉一个小朋友 渺小的人类显然不是她的对手 人人待机击落到了海里 这玩意儿在海里也行动自如 几个人都成了翼龙的点心 翼龙吃饱飞走 只有幸运的陈豪活得下来 现在博士看到鲨鱼后 想利用鲨鱼去干掉翼龙 老板在海里倒入了大量的山泉水 突然从水里窜出来的鲨鱼 慢慢地晕了过去 陈豪拿出电钻 在鲨鱼头上钻了一个眼 植入了一枚芯片 两人的大战就开始了 鲨鱼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凶猛的攻击 翼龙健壮急忙逃跑 鲨鱼紧跟其后 两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翼龙不占便宜 想要飞走 却被鲨鱼爪子缠住刺伤了身体 翼龙疼得嗷嗷直叫 回头给了鲨鱼两个嘴巴子 才摆脱了俗辅 这场战斗两人没分出胜负 一个装地的男人正在指手画脚 鲨鱼看不下去了 伸出十米来长的触手 扯掉了男人的脑袋 翼龙也不甘示弱 飞来攻击沙滩上的游客 游客被吓得四处逃窜 幸存的两人坐飞机逃到了天上 也没躲掉翼龙的追杀 他破坏了发动机 紧接着飞机犹如断了线的风筝 坠落到小树林里 击毁人亡 海里的游客还不知危险的来临 只见鲨鱼挥动的触手 哭吃两下就干掉了两个人类 突然翼龙又飞了回来 扎机摔飞了一个男人 他不断的嘶吼挑衅着 两个人在水下又撕打在了一起 在水里翼龙没有优势 他奋力冲出海面来到云层之上 折返回去再次蓄力而发 结果被鲨鱼一个神龙摆尾 干飞了几十米远 还创折了灯塔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气得翼龙一爪子拎起了鲨鱼 鲨鱼不停地用嘴巴想咬住什么 可是被聪明的翼龙 拿掉了脑袋上的追踪器 鲨鱼顺势掉入了海里 还没解气的翼龙又拿人类撒气 他看中了一个骑摩托的帅哥 果然他看中的东西都没有好下场 一条鲨鱼从泳池冒出 把大叶的票子打在了地上 这可是大叶的棺材本啊 撅着屁股开始捡起了马内 正在大叶觉得庆幸之时 鲨鱼张开大嘴 使用一纸铲把大叶送到嘴里 鲨鱼正在享受美味 三个工作人员听到东宁赶了过来 急忙拿枪一阵吐吐 可是子弹打在身上就像挠痒痒 鲨鱼觉得实在太无聊 随后慢悠悠地爬了出去 在一条小河沟里散步 看见了白衣男顺便打个招呼 一龙也没闲着盘旋在帅哥上方 没想到帅哥刚举起手 就被一龙轻松抓走 成了下午茶 还没迟跑的他又开始袭击路上车辆 没有办法 今天只好汽车逃命 倒霉的陈豪被一龙拦住去路 不服从的他掏出大砍刀 决定和一龙进行命纲 声动机器趁其不被躲接的厕所 突然一条触手出现在安娜眼前 他轻轻地抚摸着每一寸肌肤 原来是调皮的鲨鱼 这两个玩意儿是见了面就掐账 安娜觉得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和陈豪一起出海 帮助鲨鱼消灭翼龙 他们扔下一个水晶球来引诱翼龙 果然聪明的翼龙上钩 鲨鱼则准时出现 两只怪物再次扭打在了一起 只好瞄准目标 对着翼龙扑枝就是一枪 30秒后 翼龙身上的炸弹就发生了爆炸 两只怪物被炸得洗发烂 这只鲨鱼并没有死 继续肆无忌惮地攻击人类 并产下了一面卵子